打孟老师的疯眼 你们对孟老师的爱太多了 心理佣兵作曲加古董伤 这个阵容打疯眼 有点打不动啊 就这个阵容打疯眼 他得不倒人才行 孟老师 昨天看苹果一次 但我好像没见过孟老师输 我没见过孟老师输 这边的话是把鬼屋这个窗口给封了 然后过去 你想上二楼是吧 上去你就得一刀 这边作曲家可不能上当 直接飞毛腿导弹往外冲 对 你以为我会上二楼 开什么玩笑 一个翻版加速 挺好 这波作曲家没有上当 估计也是被关过 因为他之前在区域里面 应该是看到了封岩 有调动过那边的那个镜头 所以说应该知道是什么情况 所以说没有上去 这个就是经验丰富 那这样的话 前期第一刀你别说 这里进交互点 还能绕一绕玩一玩 没那么快 没那么快 闪现开一刀 闪现开一刀的话 后面六秒钟以后 有一波拉开的可能性 心理学家这边是 鸡子被干扰了 来我们看一下 这边的话有没有加速进 要把鬼屋给封了 但录了个小风 录了个小风 鬼屋是进不去了 鬼屋是进不去了 前面这个点我也不错呀 这个点我也不错的 板子破了 我觉得作曲家还能进 对还能进这边 滑了一下 滑了一下 这边不会 封死了吧 漂亮 我老师对于这个地形的一个利用 还是到位啊 整体上面来讲的 这个击倒 球者是可以打的 而是可以打的 因为他这个击倒 时间上面已经过了很久了 你要想第一刀闪现开的 第二刀闪现之后 再过了大概有30秒才击倒 这个击倒时间都已经90秒多了 可能两分钟都快到了 这个击倒 只能通过一波防守球者救不下来 心理学来救没博命啊 来劲动给到心理 确定能救得下来吗 这边再滑一堵墙的话就过半了 过半了 过半 要不就不救了吧 等佣兵来救 对吧 这一波 心理学来过来就等于说什么呢 我把这边的能量给耗尽了 然后算了 对 佣兵机子修完以后 佣兵来救 佣兵就 有博命 挺好 因为孟老师这边防心理 防完以后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能量已经耗尽了 佣兵一个护臂跳过来 直接捞 我去 不会两个人都没救下来吧 这也太学坏了吧 两个人都没救下来 这椅子可以三控 哎 你看 这个就是有观众 经验丰富了 这椅子能三控 所以说呢 他的能量就会无穷无尽了 三波能控的话 那确实 俩人没救下来 真的有点无奈呀 我本来想的是心理学 这边已经消耗了非常多的能量了 佣兵过来一波 直接把人捞下来 说不定是个无伤救人 佣兵这边打了个针 把自己给打满了 但是又被封住了 算一下密码机 算一下密码机 现在球者的密码机的话呢 古董商这边这台估计能修掉 还差一台机子 问题是还差一台机子 这台机子目前来看 心理学这边不太好修 佣兵那边的话呢 战时被封住 孟老师一边哭泣要去抓佣兵 抓完佣兵以后做一波防守 佣兵再给孟老师拍照 闪现进来打 你才是在围栏里面的人 你还给我拍照 这边再一波超频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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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了佣兵孟老师 瞬间一波超频 把这古董商也抬了 节奏器太快了 绝望 确实蛮绝望的 还来还想救人 太绝了 这好像葡萄叉被剥了 我里个妈哟 好 好 好 我去